这一颗的话是千叉秒 可以看是罗汉松的 来我拔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抽出来 抽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长活的千叉秒 这个是剪断的机条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同样 因为昨天剪了一丝机条出来 我们同样用这些机条 给大家去说一下怎么样去千叉 千叉以后怎么样去提高取扣率 这个机条的话是我们昨天剪下来的 剪下来以后我们通过了浪根以后 这个机条有点发黑 发黑是什么 就是这个伤口已经开始愈合了 树上的话就是等于是浪根一下 先把上面的一几给它摘干净 摘一几的话就是我们插进去的这一段 插进去的话一般是在三公关到四公关主要 插进去的 如果说我们剪剪以后 上面的一些多的芽点 这些的一几很多的 我们给它剪剪一下 像这样的可以了 我们长度的话大概在15公分左右一段 像这种的话像这种长的 像这一段长的 我们可以把上面的给它剪一下 同样也是把上面的一几给它摘少一点 摘少一几的话就是要不要耗太多的一个水分 因为鸡根基条的话存活是要靠这个鸡条里面的水分 营养去提供 然后的话 产生了营养以后才长出嫩芽 有嫩芽以后才有这个 这个光合作用才回流到根部 然后的话才长出毛细根 长出毛细根在吸收营养养分才能够提供上去 这就是一个纯环的一个存活率 像这种很长的像这种很长的鸡头 我们可以给它剪成两段 像这样剪成两段 像这样剪成两段的话同样也能够存活 剪了以后我们同样是给它扒开 扒一下这个翼脊 翼脊的话不用太多 同样上面的话有几个刺牙 这种刺牙的话我们可以给它剪一半 这种剪掉 因为这个嫩芽的话很容易给它干枯的 所以说上的话就想着剪掉 我们给它摘开 摘开翼脊 摘干净上面插下去的一部分的翼脊 给它摘了 然后的话长上面长的嫩芽 很浪的这种给它剪掉 就这样子 这样子插上去的话就变成一颗小牛了 我们先把这几颗的话处理一下 然后的话一起来看看 怎么样去扦插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 大概每一颗都是这样子 这颗也是一样 这就是从罗汉松的顶端尾部剪下来的 剪下来的机条的话 我们都可以做为扦插苗 扦插苗的话 这种扦插苗的存活率是非常高的 也非常多人喜欢用扦插苗来做盆景 因为扦插苗的话它的伸展速度也是蛮快的 可以看一下 如果感觉鸡头多的话 可以减少一点 这个没事的 然后的话我们准备 准备的话我们一般用的话就是红泥水 这种黄泥水的话是 是我们调拌过的黄泥水 如果说扦里面没有的话那也没办法 只能用这个三根液给它泡一下 三根液的话就是我们经常用的鸡款 三根液 然后的话在里面低伸一点 低伸一点的话在里面去浸泡一下 浸泡这个刚刚剪出来的鸡条 浸泡 放进去浸泡的话就是泡几分钟就可以了 一般的话在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左右泡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就选择去扦插 扦插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泥土的话 合砂半土 浸泡几的话我们全部合砂也都可以 如果说有土的话 搬点土也可以 浸泡几透气就可以了 这个泥土的话保值 输松透气 不要板击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我们就开始扦插 这种土现在已经输松了透气了 已经松过了浸泡过了这种 鸡条是吧 螺泡松的鸡条 我们直接插进去 插进去的话大概是在四公分左右 可以看到 四公分左右 直接插稳它 插进去 然后的话我们给它浇一些定根水 定根水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三根液 给它开水来去浇 我们找来清水 这个清水的话 我们滴上这个三根液 1.3根液 然后的话就 给它搅拌均匀 就给它浇一些定根水就可以了 定根水的话我们浇了以后 保持这个土壤稀硬 放在通风透气的地方 一段时间的话就会长出 八白根了 先长芽 再长根 对吧 像我们鸡哥的话 刚开始的时候看到它 这个一级的话它是很浪的长出来 然后的话看到上面的话就是根系 鸡哥就是千叉牛 你看它的裙壶很高的 对吧 现这种的话我们就放在阴莲的地方 假如说有灸带的话 可以用个灸带给它套住 为了锁水 可以看上 要扦插以后就放在阴莲的地方可以了 不要去曝晒 一段时间的话去检查它 就会发现它已经长出大白杆了 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你们也是想种罗汉松 但是不要怎么搞的 可以去找整机条来扦插 如果要不会的话可以实习在西评端 留言一起来聊聊